女人如果婚外偷情,偏离了轨道,男人无论怎么做都会苦不堪言,但总是要面对,所以一般而言,男人都会给女人这些结果,女人要自己承担。 1.讲和 或许是红杏出墙的妻子良心发现,迷途知返,也主动承认错误,主动回归了家庭,不再和情人联系。 这时候男人才会选择讲和这条路,毕竟离婚的代价也很大,其实能这么做的男人是真的大度。 女人要好好珍惜,方可重新开始新的生活,才可以让男人不计前嫌,携手并进。 2.冷战 家丑自然不可外扬,但有的男人受不了这种绿帽子,会在心里怄气,和女人开始长久的冷战,无论如何都不想搭理她,但是也不愿意离婚,就用冷战的手段来报复女人,让她左右为难,两头不是人。 时间久了,两个人的感情全无,同床一梦,家里也变得冷清,没有生活的气息。 3.增吵 有的男人知道妻子出轨了,后暴跳如雷,马上和妻子大吵大闹,有的时候还会控制不住情绪,大打出手,家里也闹得乌烟脏气,一地鸡毛。 最严重的结局是两个人背后家庭,反目成仇,直至去法院离婚,或是协议离婚,或是起诉离婚,最终会不翻而散,从此结下仇恨。 其实离婚倒没什么,大人喜欢捉就好好捉吧,成年人不折腾脸事情出来才怪,主要是孩子会受影响,虽然人的一生都会遇到挫折,但还是想给孩子一个美好的童年,各位说是吧。